放不下 贺之章返乡后 一心想修炼长生树 他听说有一位道横甚高的长者住在这里 于是欣然前去拜访 并带着一颗大珍珠作为见面梨 长者见门前卖饼的经过 便用贺之章的珍珠换回大饼 贺之章心中懊恼 觉得太可惜了 长者看在眼里 对贺之章说 你连珍珠换饼都舍不得 利欲之心未消 千令未除 哪能学习土 哪只树求长生不老呢 贺之章听了 很是感慨 领悟了老人的意思 拜了老人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 老人不见了 贺之章于是请求辞官 入道还乡 贺之章还乡修道的时候 写了回乡偶书 是感慨自己修道之心太晚 但至少又是一个好照照 诗中的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笑字 也将贺之章得到后的心情 完全表露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